字幕志愿者 杨茜 遇见神 生命有出路 神怎么样让他遇见呢 我真觉得神是非常幽默的 神知道像什么人 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他 对他生命的成长 学习生命的功课是最有效的 雅各最拿手的是什么 就是跟人斗了 他太喜欢斗了 他也太有斗的经验了 而就算斗的历程很辛苦 其实大体上来看 他每次斗都是成功的 跟哥哥斗 他真的得到长子的祝福 跟爸爸斗 那个爸爸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真的就为他祝福了 跟舅舅斗 无论如何 他把两个表妹都取来了 跟他的老板斗 无论如何 他把老板的那些好的财富 都变成他的了 他很会斗 很喜欢斗 神说我要帮助这样子的人 一定要在他自以为最拿手的事上 让他摔一跤 以至于他才会知道 我真的需要降伏在神的面前 所以神来找他 神跟他摔跤 斗啊 神跟他摔跤 我想读圣经的你和我 我们不会真的以为 神打不过他吧 那就是个大人跟小孩子啊 你有没有看过 我今年六十岁了 有一个两岁的小孩 在那里很喜欢跟人家说 那你来跟我打 跟我打 跟我打 我还会打不过一个两岁的孩子吗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跟神之间这个距离 哪里是六十跟二 六十岁跟两岁 恐怕是六百 六千 六万 六十 六亿根 我们跟神的距离太大 我们怎么可能让神打不过 神就好 我陪着你玩一玩 玩一玩 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 就扭了 好像一个大人 我给你玩一玩 来来 我们两个来摔跤 摔摔摔摔摔 哎呦 蛮厉害的哦 怎么会打不过他 对神来讲 要引雅各轻而易举 在那个摔的过程当中 因为圣经上 从那个现象上来看 雅各是很会摔的人哦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呦 这小孩还蛮厉害的哦 但是神怎么做呢 摸一把 轻而易举 摸一把 你就瘸了 你再厉害 你差远了 谢谢主 我求神帮助我们 你一定要知道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 不要跟神斗 我们斗不过神 因为祂是全能的神 你跟祂斗得越久 最辛苦的都是自己 这段时间 你一直跟神闹脾气吗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主对你说 祂是爱你的 就算祂伸手让你瘸了 都是要你学会生命当中 最宝贝的功课 不要再跟神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